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西方实施了技术限制出口 从挖宁船这种大型工程船舶 到激光晶体这种激光武器核心技术 再到量子通讯这种保密通讯神术 今天外国人终于也尝到了被人制裁的感觉 近十年来西方千方百计 费尽心思阻止中国的崛起 武器禁运 贸易制裁 技术封锁 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啊 开天辟地 大雨治水 于公以山 我们中国人生来就是不服输 不认怂的 正是外国人的这些技运 限制 制裁 才逼得我们中国人埋头骨干 才逼得我们认真把握每一次学习机会 搞出了两弹一星 造出了航母巨舰 飞上九霄云天 才逼得我们闯出来属于自己一片天 今天我们稍有些成绩 尚未对国外限制的部分技术核心出口 立马就有各路神马大呼中国不地道 不和全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怕真是没了王法 难不成真是只准洋人放火 不准中国点灯 为啥中国做个啥都有人说三道四的 难不成我们真的是做错了什么吗 为什么西方进步的中国好吗 背后的道理 想必经历过交通走高峰 几个公交地铁的朋友都有体会 当一辆公交近站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挤上去 所有人都会往车里挤 但汽车容量有限 但我们上车的那一瞬间 就不再希望任何一个人上车 同样道理 地球就是那么大 资源就是那么点 所以国家都向自己利益最大化 早发达国家守着既得利益 非但不肯放手 还会想方设法地 把后来国家的资源 抢到自己手上 二三百年前 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 通过各种血腥肮脏 禁不得人的手段 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让他们走上了富裕道路 今天他们又怎么能够 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崛起呢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崛起 了解中国成为西方世界 粉碎机背后四大因素 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 阻挠中国发展 非有人还会说 我虎哥是不是得了 被迫害妄想症 人家美国欧洲人心眼 如果真那么小 又怎么帮着日本 韩国父亲来了 况且日本当年 还是美国人的死对头呢 有人拿着日本韩国 这些小帮说啥 那才是华天下之大吉 日本多少人 韩国又多少人 中国可是有这十几多亿人 咱们就说日本 韩国 看着他们又是 风田 佳能 三星 现代党 好像发达得不要不要 可他们能决定 他们的事吗 他们能独自在国际上 说啥是啥吗 可别忘了 日本韩国 可是成片驻扎着 美国大兵的 大韩民国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还在美国爸爸手里呢 你让日本韩国 自己搞个核武器试试 虎哥刚刚说的这些 都是些国家上的大事 跟咱们这些贫头百姓 光头百姓 烫头百姓 有什么关系 和残酷现实世界 却往往让小清新们 不知所措 伊拉克 利比亚 逊尼亚的小迷们 这几年别说是什么尊严了 活着都是一种幸运 现在有些人 真是生活得太好了 刚吃了两天的饱饭 就忘了杂货面粥 是啥味的 外国人的认可扶持 从来都不是白来的 我们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苏联老大哥 给我们援助修建 潜品通讯用的 长波电台时候 苏联还不是妄想着 把中国军队 纳入他们资格的通讯网中 好对我们控制 所以最后 没了苏联援助 我们还不是搞出了 自己的超长波电台 让我们的潜品远扬万里 到了八十年代 美国人为了遏制苏联 热心地和我们搞 和平典范计划 新的话改造歼八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到了八十年代末 眼看着苏联快玩玩了 美国还不是立马翻脸不认人 美国不但我们玩了 我们靠自己 现在还不是发展的 越来越好 中国人自古以来 不信邪 不怕邪 不准事 更不怕事 过去几十年 西方国家的封锁 没封锁出中国的崛起 反倒有了种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最后要虎哥说 世界变得太快了 欧美那些洋人的老脑筋 该变变了 节目最后 虎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 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开听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三十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 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 你还可以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效阅读 将向您进购二十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你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 差点滑 用盘赚钱